南韓總統文在仁星期四為兩韓統一首次提出了統一的具體時間 呼籲在2045年光復100週年的時候實現同一 文在仁是新村穿著韓服出席了在位於中清南道天安的獨立紀念館舉行的光復節74週年慶祝儀式 他在慶祝儀式上發表說 因為他們仍然不夠強大,祖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 所以他們仍然未能夠建成哪一個無法動搖的國家 他說要以統一實現完整光復 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南韓將這一日作為光復,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紀念日 韓日兩國目前正陷入於貿易糾紛 文在仁在星期四表示 在國際分工機制當中,任何國家若然將自身優勢領域作為武器 就無法維持和平的自由貿易秩序 先發展起來的國家絕不能剝奪後期發展國家的機會 他還說如果日本願意對話與合作之路 南韓願意配合與其一起打造公平貿易和合作的東亞 文在仁在演講當中還提到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 聲稱北韓最近幾番作出令人擔憂的行為 但對話的勢頭未有因此而受到影響 他說北韓現時已經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 並且呼籲在2032年由首爾及平壤共同聯辦奧運會 會